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任何的许可 未来任何集会游行的申请 都不会许可 这是什么样式 威胁 威胁 她愿什么法 去宣告一个多名团体 未来的任何集会游行 都不能许可 中正义有这样子的裁养权吗 没有 更何况 刚刚主持人也讲过大法官 在718 的解释文 已经宣布集会游行法 有关许可制 是违宪的 是违宪的 中正义还发这样子的新闻稿 简直就是在一个平行宇宙 根本没有在 我们这个 运动的脉络里面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 对于中正义 这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行为 来全会我们基于长期的关注集会游行人权 我们愿意给予协助 一起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谢谢 那基督给我代表 为 从4月9号开始 海北市集图 中正义分局 针对 公投盟 的 集会游行许可 宣告配置 并且宣告未来 都不允许 公投盟的 叫做集会游行许可 发布关于法律方面的论述 我们认为台北市集图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不仅是违法 而且是一个违宪的声明 那我们要求台北市集图尽快的撤回 呼吁台北市集图尽快的撤回 他们这样的一个声明 首先在台北市集图 据你管理集会游行的事项中 他们是依据集会游行法的规定 来管理事项 但是集会游行法中 从来没有允许 一个警察局 可以对一个特定的团体说 从今以后 你的任何的集会游行的申请 我都不加以许可 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是完全超越 完全预约了集会游行法 里面授权给台北市集图 可以规范管理的事项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完全违背依法行政 违背法律保留的一个声明 再来宪法上第十四条 保障人民的集会游行自由 但是这样的集会游行自由 的限制中 绝对不允许一种事前的 全面性的 对一个特定人或特定团体 将来的全部的集会游行 都加以禁止 而台北市警局却下了 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在宪法层次上 我们实在很难以想象 居然可以出现 或是允许它存在 因此台北市警局4月9号的声明 是完全违法违宪的 再来今天早上的驱离行动 欢迎您局长既然事先 已经先讲了不驱离 那他在行政上面 应该产生一种自主性 也就是他会居住台北市警局 接下来至少是今天的行动 但是很显然的台北市警局 居然在今天凌晨6点50分 进行驱离行动 我们认为台北市警局 在行政上面 也有严重的违法性存在 因此我们在此发布声明 呼吁台北市警局 一 尽快撤回4月9号 宣告公投盟的机会游行废止 以及宣告公投盟未来的 所有一切机会游行申请 接触于居可的这两项声明 还有针对今天早上的驱离行动 抱歉运吹就法律的认识 上市台湾法律学生310318行动的声明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天赛老婆新年阵线和陈伟仁 那这个老婆新年阵线 我们在这边讲到 对于中正义分局今天的行为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它让我们看到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 这个法治是law by law 而不是法治国家law of law 我们有些点诉求 第一点 我们觉得 台北市警局目前 就是收回公投盟入权的这个做法 它完全违反宪法 这个集会游行法是违宪的法律 然后警察局还用这个违宪的法律 去限制人民的集会游行自由 这是违宪的 第二个 这个集会游行法 刚刚法律系的同学已经说到了 它并没有日后申请集会 会接不与许可这种未审宪宪判的相关条文的规范 这是违法的 我们觉得中正义分局这种违宪又违法的行为 应该要有最严厉的陈处 方法律不执押下来 他应该被革职 革职 他必须被革职以示成见 第二 第二 方法律在今天清晨凌晨的时候 他公开承诺说 不会驱离民众 他不会强势驱离民众 在立法院门间广场的民众 但是他就要在清晨时 大家都没有防备的状态下 粗暴蛮恨的手段 去驱离民众 还有我们学生 官人民背信光义 毁气承诺 这样子的做法 已经使人民对警察失去信任 它加剧了人民跟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 这个历史责任跟政治责任 必须有马云九 江里化 王朵鑫 还有方人一干人等 出面负责 出面负责 道歉下来 道歉下来 出面负责 道歉下来 道歉下来 好 黑市长文新年从去年的七月开始 去年的七月底 九月底十月 我们都有非常多次的行动 那我们都跟公众 公众的前辈们 公众的前辈们都 风雨无阻的陪伴的黑老星在 不管是班牌或者是静坐 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那我们正宗呼吁政府跟警方 切勿违宪滥权 请把权力 请把陆权还给人民 不要伤害台湾 不要伤害台湾 我们觉得所有人民都是台湾的 台湾的主角 那请大家为 蔡定贵驾送祈福 祝他早日康复 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话 就多去理解你们钱 多陪伴这些民族的前辈 他们比 他们比 我们将开直的会 选择更值得获得你们的掌声 谢谢大家 蔡定贵蔡教授 是我们台湾主幕 一个非常优秀的教授 今天我穿着台湾主幕的戏服来 算是我没有办法代表 整个台湾主幕戏的人 但是我希望我的意志 可以说服各位的意志 所以呢 因为我是主幕戏嘛 我不懂什么法律什么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蔡教授 是我认识的教授 全部认识的教授 他脑海中充满希望 他有最最最强大 最强悍最坚定的实践的那股决心 五年来 五年来 他就这样子守在立法院 年过半百的一群老人们 为了一个理想 他的可能到死 也不一定会实现理想 但是他们为了这个理想 去愿意 欣赏他们的时间 奉献他们的精神 守在立法院 这样可以实践的精神 难能可贵 然而 然而 却有一个人 他 前一天晚上 承诺 不会驱离 隔一天早上 趁着各位老人 年过半百的老人们 他们虽然精神力十足 但是他们的体力已经透支 他们已经非常的疲劳 趁着这样子趁虚的路人 这种情况下 这样子去做驱离的动作 各位 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是不是应该 下身指令人 应该要出面负责 出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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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大家在赛场各位 不定所有人都支持蔡教授的立场 但是呢 每个人都拥有 他有自己的立场的权利 我们 谴责任何破坏这种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的权利的 这些政府官员 这些警察 这样子 对我们而言 对人民而言 都是太大的伤害了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谴责他们 相关的事 出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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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 可以一起站出来 抗慰我们人民的权利 谢谢大家 大家都晓得 手机最怕的是什么 水 这营幕破了 这买没十天的手机 营幕破了六千五 我们哪有这么多钱 所以今天 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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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手机像我这种情况 一定很多 一定很多 对不对 对 你想想看 那种水喷到手机会有什么笑场 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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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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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要跟他爪牌 本暴力 本专制 道歉赔偿 负责 负责下台 道歉赔偿 负责下台 负责下台 我们记者会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此呼吁方局长 如果脑袋还没有被他的辣椒水冲坏掉的话 现在就应该要出面道歉 现在就应该要出面负责 负责下台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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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能够说得上话的 能够见得到帮局长的 能够告诉帮局长 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 还是说都走掉了 那一个阿吉 那个 那个 阿发 还有阿辉 哪边 那边 专辈来见一下我们的借文稿吧 我們平常都很熟啦 拐工 我們都沒有退哦 這幫局長不知道在哪裡哦 今天早上談完之後他就提醒了哦 我們在嗆哨 我們在繼續進去救的狀況 補一個都不早跑到南來去了 大家看A片啦 現在平常負責協調的警察 進去問說有沒有警察要出來 結果呢 我還沒警察的小聲 不要把尾巴牌的那個牌子 撒出來就好了 真的 不要把那個尾巴牌子 撒出來就好了 忠聖一芬子說 他們等一下會統一跟記者說明 你還說不可以說 你還說不可以說我講啦 不要啦 不要啦 你出來講比這麼快 現在出來啦 你出來講比這麼快 你出來講比這麼快 拿起來拿我們啦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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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